八年前花莲县吉安乡有一栋套梯的这个民宅 发生了震惊台湾社会的五子命案 那个这个命案呢 到现在这个凶宅还是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 也没有经过成证实的传闻 包括了隔壁邻居好像有撞见 长得很像其中一位死者的小女孩来敲门 而且事发后这一年呢 也传闻检方跟警方率队来拆屋子的时候 屋子里面干净到连蟑螂屎都找不到 令检警也怀疑说难道连蟑螂都害怕 不敢进入凶宅吗 究竟为了什么狠心虐杀五名骨肉 凶贤夫妻犯案后人间蒸发 五名子女沉湿在透天民宅 至今异常冷清荒芜人居 听说都没有人敢住 为什么 可能他们害怕 坊间传闻凶宅隔壁邻居曾遇见一个小女孩 拿钥匙要开门 事后惊觉小女孩似乎与命案死者中 年纪最小的妹妹容貌相似 邻居饱受惊吓 火速搬家 很有压迫感的 而且怨念太深了 很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地方人士透露传闻案发一年后 检警率队拆封环屋 发现没人进出的空屋 竟全无蜘蛛网汉文银 诡异程度令检警怀疑 难道连蟑螂蟲也怕凶宅 时任警察局长的耿继文 未破除坊间一律 还曾入住七天 事后大病一场 虽然耿继文强调 当时是运动过量所致 因与凶宅无关 但传闻继续发生 原本应该慈爱的双亲 却用铁丝捆绑勒臂 黑塑胶带封头方式 杀害亲爱的子女 至今行踪成迷 喊冤而死的过程 另一名当时侦办的远警 一度束手无策 是否有冤屈投诉我们 有传闻表示 远警随后接到妻子来电哭喊 见到一名少年 站在家门外 经过照片指认 赫然发现 几位相向 五个孩子中的长子 种种传闻 至今无法证实 真是一广 我三三九年 这边也没有什么感觉 都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到什么 晚上在九点十点 我还是照来喂 现在凶宅车库 有民众利用空间 养起流浪狗 民众表示 几年来没有发现异状 只是不可思议的传闻 不间断 至今仍令地方民众 议论纷纷 记者廖卫林 蔡佩英 花莲台北 采访报道